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涵玉 郑义欣都有向主力发起冲击并上位的实力机会 蔡斌重新执掌中国女排之后被球迷诟病不断 最大的原因就是认为她用人保守 不过蔡斌也有自己的苦衷中 世界级的球员不多 选来选去联赛中好过这批球员的选手也真不多 无奈 巧妇难为无米之吹 那么既然进入到了国家队当中 就可以称之为同位置最好的国内球员 因此 主力与替补整体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 谁手发 谁替补就有悬念了 而此时的王源源 恐怕就主力不保了 虽然上赛季 王源源在联赛中表现不俗 堪称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但试联赛她偶尔高光之后就一直低迷 在世锦赛上也没有太多抢眼发挥 当然 王源源发挥不佳 她有凋零与同复攻球员配合不默契的原因 不过杨涵玉连续救急之后就发挥的相当稳定 当时杨涵玉的锋芒甚至盖过了袁新月 因此 今年杨涵玉大概率成功上位 无论身高 力量还是进攻 拦网 杨涵玉都不亚于王源源 她与袁新月同样可以组成双塔组合 除了杨涵玉之外 郑一新是一枚活棋子 已经改打接应了她本次以复工身份报名 看来 蔡冰有改变战术的想法 郑一新是为数不多能接一传的复工球员 虽然她身高无优势 但技术相当全面 与凋零羽的配合极为默契 一旦郑一新回到老本情 不排除与袁新月组成高快组合 甚至威力比双塔组合更大 王源源在天津女排作为李盈盈的好帮手 拥有不俗的个人实力 然而有些可惜的是 她在国家队从未发挥出真正水平 也导致她很难成为世界顶级复工 随着杨涵玉的日益成熟 以及郑一新改回老本行 如果王源源不能提升 恐怕会遭遇强力冲击 甚至主力不保 袁新月的搭档也将溢主了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的复工位置 有生变的可能 而女排首发七线女阵容 也并非牢不可破 杨涵玉和郑一新 就存在很大的尚未机会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